如果台海這個真的戰爭起來 你們年輕人會為了保衛台灣而去打仗嗎 我想就是說年輕人到底會上前線打仗 這個東西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的統派 貼給這個所謂獨派的標籤 就是說呢 如果打仗的話 你們可能在前線拿刀拿槍嘛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本來戰爭就像剛剛雨韶哥講的 有所謂的超限戰 有所謂的資訊戰 台灣現在早就是準戰爭的狀態啦 在香港被中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時候 這些現在上街的年輕人 這些現在上街的中年人 這些媽媽們 這些爸爸們 誰以前講過說要上戰爭打仗 但是中共來的時候你要不要上去 還是要上去啊 所以重點是在於什麼 重點是在於我們平常有沒有做好 B站的一個準備嘛 那再來是說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明確的知道 美國人給我們哪一項承諾 真的他有可能會說謊 真的有可能他會變卦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美國人的承諾不重要 重點是習近平的承諾 習近平在2019年1月2號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一國兩制沒有這種東西 他現在推的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嘛 那重點來在於什麼 我們的明確的敵對的威脅來自中共 而且已經明確的講清楚了 那這個時候不在於我們要在乎 美國到底明天會不會來 隔天會不會來 而是我們台灣自己內部 對於中共明確的有侵略意圖的時候 我們要來怎麼做 這個是第一點 那再來第二點是說 那你覺得現在 共軍有明顯的侵略意圖嗎 當然有一直都有嘛 這個東西 剛這個街訪的時候有講到說 其實大家有些人 其實他的態度是很明確 就是說他已經 對這件事情已經有點麻痺了嘛 那好重點來了 你知道阿嬤沒有感覺說 他至少還有巡禮你可以吃喔 但是如果台灣人麻痺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當然是要很明確的知道說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備戰的狀態 不管是台灣的本土意識的強化 還是我們軍備的天購 那再來說我們本土政府的鞏固 這幾點嘛 那再來就是說 民進黨他當然是主張 一直以來就是說 對於這個中國的侵略 他們有明確的態度講說抗中保台 但抗中保台真的是要開啟戰爭的這個源頭嗎 其實不是啊 那你怎麼不說2019年 習近平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時候 這個才是開啟戰爭的源頭 所以一直以來挑戰中國 去挑戰這個海峽兩岸的這個底線的 從來都不是台灣方我們是被迫必須要防守嘛 那如果講到防守的話 我們當然很多的方式 可以來對台灣的現狀來做一些防守 比方說我最近在忙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在抓共諜啊 我們台灣最大年齡800萬 你抓共諜 我那我秉中是共諜嗎 我每天拿著網子去抓 應該不是吧 他剛剛已經沒有內線消息了 沒有沒有今天最新民調 秉中他們只有0.4 我們1.7 所以他們的共諜比較小支一點 然後比較大支那個年齡800萬 對沒有年齡800萬那個大支的 對一個月25萬然後年收500萬 加起來總共800萬 那個人姓馬 馬先生 那最近馬先生當然就是開始跳出來 講什麼守戰集中戰嘛 那這個最恐怖為什麼 重點是 守戰集中戰這句話講出來 代表代表馬英九 你現在在幫中共挑起這個戰爭 你讓台灣人覺得戰爭會怕 你讓台灣人覺得戰爭會流血 你讓台灣人覺得說 跟中共不好的時候 我們只能用下跪委屈求全的方式 來讓中共說 至少分我一口飯吃 但問題是現在全世界的局勢 在重組的時候 台灣當然要把握這個重組的機會 我當然同意說 很多人會講說什麼 美國當然也是就是選舉的時候 才去金門讓人一下對不對 然後那個選舉的時候 才會對台灣好 然後派這個阿扎爾來台灣 我當然同意 全世界的國家 所有國家在國際關係交往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永遠的選擇 你要不要選擇在美國 他們國內有強烈的政治意圖 川普有強烈的政治需求的時候 去告訴他說 台灣人想要在當中獲取什麼樣的利益 我覺得 我同意台灣人 其實是鄭南榮說的好國好民 但是好國好民 在遇到國際局勢不穩定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尷尬 我們要懂得知道說 怎麼在這個局勢當中獲取台灣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們授權蔡英文的 不是明天就台灣獨立 我們授權給蔡英文的是 把本土的政府 把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名詞把它顧好 我們都知道政治人物講話 這個選舉的時候講話100分 實際做出來不一定有60分 那很簡單嘛 蔡英文選舉的時候有講過要台獨嗎 從來沒有講過 那你怎麼會期望蔡英文台獨呢 你期望的應該是蔡英文把本土政府顧好 那再來台獨誰的工作 台獨當然是其他小黨的工作 比方說我們的工作啊 你自己承認了 完全 台獨本來就是這個寫在我們黨綱裡面 我們黨綱三條 第一條就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第二個就是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 沒有道理你中共跟我講九二共識 你要來我家跟我裁判 我今天跟郭哥 不好意思這個保潔哥 我今天跟保潔哥講說 不好意思我今天來到這個鄉民大會 我跟你猜權 如果你猜輸了主持人換我 你會想說神經病我為什麼跟你猜權 我本來就主持人啊對不對 那今天中共來我家說 這個蔡英文我們來猜權 輸了你家歸我的 神經病我為什麼跟你猜權 我本來就在台灣 這裡本來就是我的家 那當然我們就是把這邊給顧好嘛 不管你現在要叫他中華民國台灣 還是叫他台灣 還是叫他中華民國 那當然我覺得都可以 但重點是 抗中保台不是要宣戰 是要保台 重點是在於保台 而不在於說 對中共有任何形式上的侵略嘛 那再來最後一點講到說 為什麼中共近幾年 非常對外大肆的侵略 這也是在於說 過去中共所主張的 這個中華文化的關係 中華文化在1901年 被人體上創造出來的時候 本來1901到1905的年代 他本來是為了要對抗 當時的世界各國侵略中國 所以他創出中華文化 要把中國人全部摳起來 要保護中國人 但沒有想到這個中華文化 最後像脫江的野馬一樣 開始變成大肆侵略的文化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民族主義 本來就是為了要保護 江界裡面的人 能夠公平的分配這裡的資源 分配這裡的這些財富 但問題是說 如果一個文化在侵略別人的時候 台灣人哪有只能卑躬屈膝嗎 卑躬屈膝的意思 不是代表說 你馬英九去跟人家下跪 而是代表說 你馬英九在面對台灣的利益的時候 你永遠想到的 都會出賣台灣的利益 在這個兩千 忘記兩千幾年 這個中國毒奶粉事件的時候 當時香港特首 梁正義說過一句話 他說中共有毒奶粉 所以我香港 會滿足內地的需求 為什麼香港特首要滿足內地的需求 因為什麼 他們是殖民地嘛 他們被隸屬在中共的下面嘛 那台灣為什麼 台灣的前總統告訴我們說 台灣人民要滿足中共的需求 中共說要幹嘛 他要極端線 我們就要配合他極端線 他要九二共識 我們就要九二共識 重點來了 九二共識還不是台灣人 跟中共的九二共識啊 李登輝前總統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罵蘇琪 他罵什麼 他說 這個高音也想要改善你輸啦 他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蘇琪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一下兩國論的時候 他就兩國論 一下九二共識 他就九二共識 我都懷疑說 蘇琪是不是為了自己要做官 所以一路以來就是政府講什麼 他就跟著做什麼 但是呢 重點是你心裡面有沒有幫 幫台灣人想想過 台灣人今天要什麼共識 如果今天台中 台灣跟中國會開戰的話 我們就要九二共識 那台灣 中國跟美國也會開戰啊 中國跟美國要不要簽售兵協議 那中國跟日本也會開戰啊 中國跟周邊的國家 所有南海 菲律賓越南 全部都會開戰啊 那這些人要不要跟中國簽協議 不用嘛 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台灣跟中國有協議 因為國民黨的內戰狀態 還沒有結束嘛 今天台灣跟中共有所謂的停戰協議 不是台灣人跟他打仗耶 是中國國民黨打輸被人家打來台灣之後 所以你們有所謂的內戰意識形態 你們必須要停戰 去簽和平協議嘛 但台灣人本來就在這個場所 我們就沒有去侵略對方 我為什麼要跟你有和平協議 我們要的只有一件事 我們要怎麼走向世界 所以我們的台灣是要往東走 不是往西走 當然往西走有當時 他克林頓整個進入中國之後 積極交往的那個時代背景之下的 當時的那個政策 但問題是說現在的 十年何東十年何西 馬英九當年平起平坐的十年何西已經不存在 我們現在要想到的是蔡英文當選 以及蔡英文下一任的總統 不管是誰 一樣十年何東我們要怎麼來走